本周末英超联赛,曼联客场挑战西汉姆联队,赛前新闻发布会上,伯格巴成为全场媒体记者提问的焦点,而莫里尼奥则当场宣布,我跟伯格巴的矛盾,都是你们媒体故意制造出来的。 我们两者之间丝毫没有任何问题,伯格巴能否登场,一切和战术需求和训练状态,目前这些曼联,已经到了危难关头,需要有人站出来稳定更衣室。 而为了莫里尼奥跟伯格巴的矛盾,也让球队更衣是处于相当危尿的时刻,一旦事情发展恶变,很有可能球队会拉帮结派导致分化。 因格拉媒体爆料了目前曼联队内的情况,马夏尔,佩雷拉,贝利三人支持伯格巴,而其他球员似乎都拥护莫里尼奥,而在桑切斯发布的一张合影也可以看出,桑切斯在前,身后是埃雷拉,巴依,马塔和德赫亚,佩雷是团结在一起。 这个合影难免有点让人负响连变,难道曼联更衣室,真的分成了两派了? 这个问题接下来肯定会被媒体无限放大,但照片主角桑切斯则进一步将莫里尼奥的责任放大,甚至可以这么说,当初莫里尼奥亲手从南城手中抢来的桑切斯,或多或少充当了伯格巴闹市的到达火线,桑切斯拿着英超最高薪水, 而伯格巴和他的经纪人,也一直在申请加薪,桑切斯加蒙曼联后表现如何,那叫一个惨不忍睹,完全没有巨星的风范。 但看看他拿到的薪水,是问伯格巴怎么会服气了? 换水谁,都不爽,本文优待古龙原创,受发开发时间,转载请注明出处。